崩人前221年天下一病于情 当时的迎镇大喜赵令各地官吏 广真神义祥瑞之士上奏朝廷 此时河内军上奏 说温臣县令许望之妻赵氏生义女 传说她手握玉绝 遇上有文王八卦图隐约可见 而且这女婴竟出生百日便学会了说话 秦始皇知道后认为这是极锐的兆头 便赐许望黄金百亿好让她养好这个女儿 许望得到皇上赏赐 自然感激涕零 为了表示对始皇帝的感激之情 他也特为女儿取名为莫富 意为莫富圣上的隆恩 慢慢长大后的许莫富 从小就在周易八卦方面 显示出了极高的天赋 并大量学习了相关的专业知识 随后他预言了秦朝即将覆灭 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许富 不久秦始皇生死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起义 探高祖刘邦率部攻咸阳 路经温城 因为听人说 温城县令徐旺 为政清廉 身福人望 而且你在广目贤能之事 由举兵反清之意 很想去探个虚实 许富陪同他大哥许心寻臣之时 见到了刘邦 二话不说 就回去说服他老爸 带着全家投奔了高祖 直到建国之后 刘邦经意与他超凡的相术 奉他为名词庭侯 然而在公元前206年 许富十五岁的时候 接到了一笔大神意 魏豹的岳母魏韵 请许富到魏王府 给魏豹夫人薄姬算卦下面 后来许富说 薄姬相貌大贵 将来生下孩子一定能当天子 不料没过多久 魏豹兵败 被抓到刘邦军营生死 刘邦见到薄姬 长得还有几分姿色 于是就把他收了 但是因为薄姬少见德邦 地位也不高 所以准许他出宫 从其子到代帝救国 被称之为代王太后 直到吕后死后 大臣异地新帝 认为外加吕是不善 皆称薄姬人善 古盈利代王刘恒为帝 也是后来的汉文帝 汉文帝即位后 便让徐富给周亚夫 测了下面相 徐富为他看相 说道 您三年以后被封侯 封侯八年以后 任将军和丞相 掌握国家大权 为尊而权重 在大臣中 没有第二个能和你比 此后再过九年 你将会饿死 果然 过了三年 他的哥哥将侯周盛之有罪 文帝从周伯的儿子中 挑选贤人的人 大家都推举亚夫 于是封亚夫为条侯 接续将侯的爵位 再后来 七国之论爆发 周亚夫吊打平定 刚好是过了八年 他出任将军和丞相 但是由于周亚夫做事情太浪 完全无视了刘喜的个人想法 在一次诬告中被抓进监狱 然后凄惨的饿死 而徐富早在文帝九年 就得了刘恒的碎准 离开了京城 隐居在夫家的烧果山中 在潜心住宿之余 以相夫教子为乐 直至去世 享年八十有四 谢谢大家